铁帽子王并不是一个官显, 而是世袭网替王爵的俗称。 这就好比我们现在说的铁饭碗一样, 铁饭碗也不是真的饭碗, 只是一份不会被辞退的工作罢了。 清朝的爵位采用降级世袭制度, 也就是说一般亲王的儿子, 习爵时只能封郡王, 郡王的儿子习爵时只能封贝勒。 一代一代往下降, 这么一来就成功破解了分封制的弊端, 可是铁帽子王就不一样了, 爵位在他们家族世袭网替, 所谓网替就是不更替不费除的意思。 也就是说铁帽子王的亲王爵位或者郡王爵位 可以无限次传给子孙后代, 永远不会降级, 一直都是亲王级别郡王级别, 正是因为大家都想得到, 所以这铁帽子王是至高无上的荣宠和特权, 正是由于铁帽子王的含金量太高, 仅次于皇位, 所以在整个清朝只有十二位王爵获此殊荣。 这其中还要分成三批来看, 第一批为开国元勋中的亲王, 分别是李亲王戴善, 正亲王吉尔哈朗, 瑞亲王多尔滚, 与亲王多多, 肃亲王豪格, 庄亲王朔赛, 第二批为开国元勋中的郡王, 分别是克勤郡王岳托和顺承郡王勒克德魂, 值得一提的是, 岳托是李亲王戴善的儿子, 勒克德魂是李亲王戴善的孙子, 也就是说他们嫁出了三位铁帽子王, 第三批为清朝中后期的恩封亲王, 分别是以亲王印象, 公亲王义心, 纯亲王义轩, 庆亲王义匡, 整个清朝有268年, 可是却只有十二位铁帽子王, 可见这玩意是很珍贵的, 而且开国时期, 一口气就封了八位, 清朝中后期只封了四位, 哪怕是康熙朝南征北战, 也没见谁被封为铁帽子王, 慈禧一生, 却封了三位铁帽子王, 公亲王义心跟慈禧合作, 才得到一个铁帽子王, 其实道光的几位儿子里, 义心是最有能力的一个, 可是道光偏偏把皇位传给了咸丰皇帝, 结果导致清朝继续一蹶不振, 本该夺取帝位的义心心理自然很不爽, 但是没办法, 只好跟着哥哥好好干活了, 当个能臣, 但是他哥哥咸丰, 整天还防着他, 甚至在临终前, 都没有将公亲王义心立为辅政大臣, 而是找了另外八个人组成了顾敏八大臣, 这就彻底让公亲王义心憾心了, 恰好这个时候, 慈禧和慈安两位太后, 也想要从顾敏八大臣手里夺取权力, 双方一拍即合达成了共识, 当时肃顺等辅政大臣带着咸丰的灵酒回京, 而慈禧, 慈安则走小路提前回京, 再加上公亲王义心在朝中作为内应, 最终使得朝中上下对慈禧, 慈安的遭遇深表通情, 他们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动了新有政变, 将顾敏八大臣给灭了, 慈禧和慈安和公亲王义心, 平均年龄不到三十岁的小团体, 正式成为了清朝的最高统治者, 既然公亲王义心立下如此大的功劳, 慈禧也不能太吝啬, 所以便赐予他世袭网替的资格, 也就是铁帽子王, 纯亲王义轩成为铁帽子王, 是因为生了个好儿子, 义轩也是道光帝的儿子, 只不过当年他年纪小, 所以没资格参与夺敌之争, 等到他长大以后, 成为布军统领, 还娶了慈禧的妹妹做媳妇, 这么一来义轩也就倒向了慈禧这一边, 跟着慈禧混肯定是有肉吃, 在新有政变中, 他手握京士军权, 所以对付顾敏八大臣时出了不少力, 不过这个时候还轮不到他发光发热, 因为此时的他还不过只是个郡王, 直到同志三年, 他才被封被亲王, 到了同志皇帝去世以后, 慌了神的慈禧, 立刻把自己妹妹的儿子光绪扶上了皇位, 光绪也就是纯亲王义轩的儿子, 这么一来, 义轩不就成了皇帝的父亲了? 如果长子以往, 那慈禧的地位可就得受到威胁了, 因此义轩辞去了一切职务, 只保留了亲王爵位, 慈禧一看着妹夫很懂事, 立刻答应了他的辞呈, 但是同时也给了他世习王替的资格, 从此义轩变成了铁帽子王, 此后慈禧也试探性地邀请过纯亲王义轩回来训政, 可是都遭到了他的言辞拒绝, 这才让慈禧彻底放心, 不得不说义轩的政治敏锐性很强, 第三位是庆亲王义匡, 他靠攀附慈禧上位, 义匡跟道光他们这一脉又有点远, 他是乾隆的曾孙, 乾隆的第十七个子永林的孙子, 所以说按道理, 义匡压根就没什么高级爵位, 他的父亲是永林的第六子辅国公民姓, 所以即使义匡席爵, 将来也只能是个镇国公, 算是宗室里比较低级的爵位, 可是义匡自幼就被过继给了庆郡王免敏, 但是他后来席爵时, 却值得了个府国将军, 一直到咸封皇帝三十岁的时候, 才给他封了个贝勒, 同志皇帝大婚后, 义匡是越婚越好, 成了郡王, 慈禧六世大寿时, 他更是被封为亲王, 可以说他压根就没什么才能, 纯粹是因为战队比较准, 始终支持慈禧, 所以才一路被提拔成为手握师权的亲王, 在戊戌变法的时候, 他依旧果断站在慈禧这一边, 残酷镇压戊戊戌变法, 所以慈禧才给他一个世袭罔替的资格, 比慈禧封三位铁帽子王更厉害的是, 他还杀了三位铁帽子王, 清朝末年, 有两位遗亲王因为干预朝政都未得善终, 清朝灭亡后, 和朔遗亲王家族的荣华富贵随之烟消云散, 铁帽子王的特权自然也没了, 电视剧雍正王朝中, 雍正的智男乌四道归隐的时候, 曾经力劝十三阿哥印祥, 如果雍正驾封他铁帽子王一定不要接受, 可是印祥觉得这铁帽子实在难得就接受了, 在历史上, 印祥帮助雍正夺敌, 有拥护之大功, 雍正继位以后, 印祥又相助他稳定朝局处理政务, 可谓雍正的左膀右臂, 因此攻封印祥为铁帽子王世袭罔替, 在朝局稳定的时候, 铁帽子王安心享受荣华富贵, 然而一旦朝局动荡, 他们必然是各方势力拉拢的对象, 因此, 自清朝咸丰帝开始, 由于朝局不断动荡, 历代以亲王毫无例外都卷入了朝局斗争的漩涡, 甚至有两个宜亲王不得善终, 宜亲王宰原是和朔宜亲王家族第六位世袭铁帽子王, 他在家里排行第二, 本来没机会世袭这顶铁帽子, 谁知他的哥哥两岁时病死, 于是他就世袭了铁帽子王, 作为铁帽子王, 宰原自然被当时的道官皇帝安排了很多职务, 一开始都是一些有名无实的职位, 后来由于宰原积极参与朝政, 他渐渐地开始掌握一些实权, 出任一些实际的职位, 比较重要职位有宗人府有宗政, 这个职位对于满清皇室非常重要, 是管理满清皇室的刑法和制度的, 哪个宗室违背了祖宗制度或者犯了法, 都会交给宗人府处置, 而宗人府有宗政就是宗人府的二把手, 比如领事位内大臣, 这个职位更加重要, 因为领事位内大臣掌握整个紫禁城的兵权, 比部军统领也就是九门提督还重要, 因此宰原同时出任鞭鱼卫、 虎枪营、玉枪营、 扇扑营和崇门门政监督, 也因为宰原掌握这么重要的实权, 所以咸丰帝在热河甲崩时, 命宰原为顾命八大臣之一和端华、 锦寿、肃顺、牧阴、 框元、杜汉、焦右营等七人, 一起掌握了小皇帝同治帝的命运, 然而两宫皇太后和宫亲王一心并没有就范, 特别是慈禧太后和宫亲王都是非常有政治野心的人, 于是他们联合在一起发动政变, 打倒了顾命八大臣, 掌握了实权史称心有政变, 心有政变以后, 宰原在北京被捕, 此白卷自尽, 如果宰原像他的祖辈一样, 安于富贵, 不过多参与朝政, 不卷入朝局的漩涡, 也不至于一尺白铃, 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新游政变中还有一位铁帽子王被杀, 就是郑亲王端华, 在这十二位铁帽子王中, 只有郑亲王吉尔哈朗一支是唯一非努尔哈赤后裔的铁帽子王, 端华是满洲相拦起人, 他的八十祖是和硕装亲王舒尔哈齐, 就是努尔哈赤的弟弟, 第一任郑亲王是吉尔哈朗, 不过, 郑亲王这个爵位在吉尔哈朗之后便改了封号, 改称简亲王, 一直到端华的祖父基哈那时, 才又改回郑亲王这一称呼, 郑亲王吉尔哈朗一脉与清太宗皇太级的后代, 是关系比较近的唐亲关系, 按照辈分, 端华是咸丰皇帝的唐兄, 只不过这个唐兄早已经出五福了, 但是, 郑亲王一脉毕竟也是努尔哈赤父亲塔克氏的后人, 因此, 也想有皇代子身份, 属于皇室宗亲, 道光二十六年五月, 端华承起了父亲乌尔公阿正亲王的爵位, 首相黄麒麟示威内大臣, 成为道光重臣, 随后, 端华的外甥女萨赫达氏便在选秀中被道光指给了皇嗣子遗嘱, 成为遗嘱的迪附近, 也就是孝德显皇后, 比慈禧自安身份都尊贵,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 咸丰病逝于避暑山庄, 端华成为八大臣辅政之一, 在政变中被一举铲除, 端华的弟弟肃顺被斩于蔡石口, 端华则被隔去亲王爵位, 将为不入八分府国宫, 然后被刺令自尽, 堂堂一戴铁帽子王, 就这样被慈禧给杀了, 政变后, 宰元被处子的同时, 他家的铁帽子王和朔宜亲王爵位也被剥夺, 将为不入八分府国宫, 所以, 印祥家的这个铁帽子王实际上是被剥夺的中断了, 看来铁帽子也没那么铁, 由于宰元无子, 只有六个女儿, 所以他死后, 即便铁帽子王不被剥夺, 他的后代也没有人能施习和朔宜亲王, 直到新有政变三年后的同志三年, 慈禧太后下旨, 恢复印祥家族的和朔宜亲王, 他家的铁帽子王又回来了, 慈禧太后让宰元的族弟宰敦施习了铁帽子王, 不同于宰元, 宰敦是完全投靠了慈禧太后, 即便慈禧太后没有给他过多识权, 宰敦作为铁帽子王, 仍然担任过正皇旗领事卫内大臣和乡皇旗领事卫内大臣等要职, 也许宰敦吸取了宰元的前车之鉴, 他在慈禧太后垂帘听证时期还是比较老实的, 没有过多参与朝局的纷争, 宰敦死后, 他的长子普京世袭了和朔宜亲王, 成了新的铁帽子王, 跟父亲的小心翼翼不同, 普京这个人可就积极多了, 1891年, 普京世袭铁帽子王后赶上了两件大事, 让他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第一件光绪帝推行维新变法, 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矛盾正斥, 朝廷分成了后党与帝党双方斗争, 以维新变法失败告终, 帝党势力被清除, 比如帝师翁同和, 维新失败后, 慈禧想换掉光绪帝, 他召集王公大臣, 决定立普郡为大阿哥, 实际上是以年幼的普郡为皇储, 找机会废掉光绪, 以继续名正言顺的垂帘听政,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外间有传闻, 说洋人并不支持慈禧太后的这种操作, 而普京自然是站在慈禧太后这一边的, 第二件事是, 当时义和团在山东河北等地兴起, 朝廷出现了两派, 一派要求剿灭, 另一派要求安抚和赵安, 慈禧太后的几个亲信, 比如端王载衣, 魅阁大学是刚毅, 是主张安抚的, 他们向慈禧太后建言献策, 说可以利用义和团对付洋人, 慈禧太后默许了他们这一提, 于是义和团打出福清灭洋的口号, 他们放义和团进入北京城, 酿成了庚子权变, 最终导致1900年的庚子国变, 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两宫西兽, 八国联军侵占了北京城, 普京在这两件朝局大事中, 跟在在一和刚毅等人身后摇旗呐喊, 出钱出力, 自然是想讨得慈禧太后的欢心, 以图进入清廷的权力核心,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不久之前还要一个打十个的慈禧太后, 躲到西安以后, 不得不屈服于县世, 派王公大臣和李鸿章等重臣跟洋人议和, 最终清廷跟洋人签署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既然要议和就要找替罪洋, 于是,在一和刚毅等人就成了替罪洋, 跟在他们身后摇旗呐喊的普京也没有逃脱, 普京被清廷以纵臂权肥起信罪名及去官职, 辅教宗人辅圈禁, 不久后去世, 后慈禧又及去普京爵位, 普京的铁帽子王被剥夺了, 然而, 关于普京的死, 却有另一种说法, 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 两宫携手, 普京却没走成, 中轮为洋人的奴隶, 最后被洋人鞭塌而亡, 当然, 普京的后人并不认同这种说法, 他们的说法是, 普京是圈禁后驱逝, 所以, 慈禧可以称的上是铁帽子王杀手, 痪状之下只接下来参加人鞭塌, 就支援好。